连续两匹码就有点刻意写的有点不一样 第一笔就不太一样 写上去 这个是一定要的 这个也是有点不太一样 变化在书法里面是必然的 好 四个点 你点在最外面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还是小心喔 不要那个点 你看很多开的点都随便点点 其实点还是有它的基本的外形 跟份量 前面空后面黏着 前面黏着后面空着 所以有时候在写的时候要注意这种 很小很小的细节 书法家一定有注意啦 尤其像储碎量这么厉害的 他绝对不是给你随便乱写的啦 好 翘起来 细到处 细到处 拉一下 变肩 走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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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感觉滑上去 带上去 然后就轻轻瘦瘦 接到旁边 A 带一下 细到粗 粗到细 然后 离开 一点 中间缝隙很大 点 这个比较小 下面这个点 比较大 把它压下来 鱼 鱼 点 垂直的点 到这里以后 他整个逆上去 这里还 不小心 抖了一下 抖扭的时候看得出来 确实是用扭转的方式来 写这个 握钩的 点 拉长 填 填 装饰性笔法 一点点而已 好上来以后 但是逆上去 所以感觉这样子 再翻折 方的下来 右边最低 稍微勾一下 滑上去 好填 还是偏扁 他要这个字 一向偏扁 8 8 这前面起笔 刻的真方 8 那这个点 诶呀 怎么刻的突然变瘦了 拉得很长 好 长 长的 槽 第一个笔画是比较直 然后写上去 然后第二笔画拉得很长 从专间 穿透过去 撇过来 顺势做这一个 花翘的 动作 然后花翘完以后 开始恢复正常 方硬 然后从这边滑下来 又写一个 撑 这里面就可以写 稍微方硬一点 不要一直扭来扭去 扭 走到脚楼做作 然后这个 其实比它是 滑下来的 非常瘦劲 一直拉得很长 到后面稍微 一点点 其实它的勾 都不是很 很长 不是把它勾得很长 很刺很锐 未必 这个点稍微悬空 离到外面 一点点 长 3 3的话 看起来最简单的 不喜欢写中 简单的字 稍微分点长段 一点角度上 不同 最后 往上往上往上 突然拿一个 往下扶 然后拉下来稍微流动一下 右边比较长 3